好,在了解了RA和SA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 RA和SA其实只是提供一种 简单的通过命令的方式 把我们想要上传或下载的文件 然后通过命令的方式去敲 然后去开始上传下载 这样的话在实际开发中 我们会觉得也很麻烦 因为我们毕竟要敲那么多东西 那我能不能通过鼠标 比如说我相当于把 我的U盘一样插入到我的电脑 然后在U盘的和我的电脑之间 通过Ctrl C,Ctrl V 这样复制粘贴文件 岂不是更快吗 对不对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 下一个服务叫Samba服务 这个Samba服务 其实就可以把它简单的想象成 我们的Linux就相当于是一个U盘 我们把其中一个目录当成U盘 然后把这个U盘接入到我的Windows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像U盘 访问U盘一样 上Ctrl C,Ctrl V就可以访问了 好我们先看下什么是Samba 那么Samba在说到Samba之前 我们先想一下 就如果两台Windows 它们俩之间 如果这个Windows 假设这个Windows 想把它一个目录 共享给这个Windows去用 或者说把这个Windows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目录当成一个U盘 接入到我们的这个Windows上 那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Windows提供一个叫网上邻居的功能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符号 这两个返形线大家注意 注意方向 两个返形线 后面是不是跟我们的IP地址 或者说跟我们的主机名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这个Windows 就这个Windows假如1.1 1.2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跟1.2 对不对 它就可以访问到它 然后呢 在访问过后呢 我们就能在这里头找到它的什么 是不是共享目录 对不对 而把这个共享目录呢 相当于是个U盘式的 就可以在这个Windows下直接操作 所以相对而言呢 Windows和Windows之间 文件共享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现在需求是Windows和Linus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Linus跟Windows 本身就属于同一级别的不同操作系统 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操作呢 能不能通过网上邻居呢 那很显然最开始的时候啊 它是不允许的 就说因为Linus和Windows本身是两家公司 Windows根本就没有把我们的Windows和Windows 网上邻居传递的那个网络协议公布 所以Linus呢 想要访问Windows是没有办法的 后来Linux呢就想了 那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Windows的用户量比较多 对不对 而且大家的需求呢 也比较也比较急 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就想 那么我能不能也开发一个协议 然后把我们的Windows和Linus之间呢 把这个Linus当成假的Windows 然后也完成跟这种操作方式啊 就是Windows跟这个操作方式 一模一样的一种什么访问方式呢 好 那么Linus怎么做呢 Linus首先考虑了啊 Windows和Windows之间共享呢 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 叫SMB协议 这个协议呢 它的全名叫ServerMessageBlock 这样一个服务信消息块的这样一套协议 那么这套协议呢 那么Linus一开始是想让微软 把这套协议公布出来 然后呢去给它用 直接拿来用 但是呢 微软一开始没同意 后来呢 那个Linus那帮 那个研究那帮人啊 他就想 那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通过Windows和Windows之间 数据通信的一些包 抓包 然后呢 咱们进行 那个一个反向推导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呢 就说那我不能再叫SMB了 因为这样跟他聪明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 把S后面加个A B后面加个A 然后就把相当于 把这个工程啊 叫做Samba工程 而且呢 通过这个Samba呢 我们后来就 就不叫Samba工程 我干脆就叫Samba服务了 所以Samba服务呢 其实它就是SMB服务 所以这点要注意 只是说在Linus之下呢 他为了跟我们Windows这种 这种协议啊 相当于区别一下 给我们变了一个漂亮的名字 都加了一个A 加了两个A Samba Samba服务 所以说呢 应该说Linus运行的Samba服务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Linus 当成Windows了 当成这个假的Windows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Windows和Windows 跟这个这个Windows啊 跟这个假Windows之间 进行一个数据通信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Samba服务啊 Samba服务 好 那还是一样 Samba服务呢 很显然也是需要一个安装的过程啊 那么这个服务 首先还是要在Linus下进行什么 相应的安装 然后呢 配置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这样Windows进行什么 操作它就可以了 好 所以那下面我们看它的一个三个步骤啊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的安装啊 那安装怎么来安装呢 那我们来看 安装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apt-con-get-in-store 啊 那么它的全名叫Samba 全名叫Samba 因为那个你在安装Samba的时候 它会顺带把跟Samba相关的一些软件啊 全部都给你安装进去啊 好 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 好 进入到我们的虚拟机里头啊 那么我们还是通过远程登录方式来操作啊 因为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纯文本操作 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它的命令 首先我还是Rocky用户 所以说没办法 我还得需要怎么更新我的权限啊 因为我要更新软件啊 apt-con-get-in-store 然后Samba 好 那这个呢 没有办法 这个名字把记住就行啊 Samba 好 回车 然后它开始读取数据库 然后并且安装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包啊 那么由于Samba的服务呢 应该说比较多啊 或者比较大 那所以你下载过程中 可能会有点那个慢啊 但我这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说很快的安装完啊 好 那安装完过后呢 大家看最后两句话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前面打印很多信息 咱们看不懂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呢 一般来说关心一下后面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来看啊 它有两个start 或者是running的意思 它告诉你 也就是说我安装完这个过后 它自动启动了两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呢 你看啊 一个叫smbd 一个叫nmbd 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我们说了 d这个后缀啊 就代表服务了 这个很好理解 那说明Samba其实是两个服务的 一个叫smb 就是说它相当于是就是我们Samba的那个真正的服务啊 因为我们说真正这两个a是没用的 真正的服务就是smb 看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服务叫nmb 那这两个服务共同构成我们Samba的服务了 好 所以说Samba的安装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啊 Samba的安装是比较简单 那下面我们说你在使用任何服务的时候呢 其实都要做这么几个步骤啊 第一个是安装 第二个是配置 什么叫配置呢 就是说我们的服务器 它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配置文件 当你把这个配置文件修改成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完没完成呢 没完成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服务器还是按照原来的配置信息去执行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第二步在配置完过后 还有一个步骤是吗 就重启 所以说任何服务它都是三部曲啊 先安啊 然后改配置 然后怎么重启服务 基本上是这样三个步骤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啊 学任何服务 你首先第一个一定要记住这个服务的配置文件在哪 然后呢 对于这个配置文件是如何修改的 这是我们学习任何服务的一个什么主线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即使看到什么FTP啊 或NFS啊 或者说我们TFTP等等这些后期我们会用到的服务啊 它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下面我们先看啊